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么多的这些东西 我们怎么样使用在访谈当中呢 我们首先要来去正视 关系在心理治疗当中 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 那对于要学动力学的访谈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身为咨询师的身为治疗师的 我们要非常非常敏感于 我们自己在那个当下 听到来访者说话时候 我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们咨询工作做久了 你会发现你有一个特质的 比方说像我的特质就是 如果坐在我对面的来访者 他很想哭的时候 我鼻子也会跟着鼻酸 那我想这是因为我学动力学 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情绪同步的状况 所以当我们在咨询室里头 产生了某一些感情的时候 比方说我突然对于这个来访者 有一种厌恶的感觉 我要反思的是 他刚做了什么 引发了我什么东西 而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的议题 还是其实他做的这些东西 会普遍引发他在关系当中的问题 所以对于关系取向的 动力取向的治疗来说 反疫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那如果在家庭的动力里面 我们怎么做呢 我如果是对个别来访者的话 我会特别重视的是 我对他的感受是什么 然后来去思考他现在所讲的话 背后的可能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可是如果是整个家庭 比如说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来 我们会去注意的就是 父母对于孩子行为的感受是什么 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反疫情 比方说孩子今天 他考试考了85分 妈妈觉得很开心 爸爸呢完全皱眉头 然后他就觉得这真的很该死 为什么你小学一年级而已 就可以考85分 那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这个爸爸他其实是有投射 在这个孩子身上的 所以当我是咨询师的时候 我就会去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然后一步一步的让 慢慢的用这个先生可以接受的方式 让他去探问自己 为何这个85分对他来说 是这么难以忍受的 那我们都可以想象 那一定跟他的过去的经验是有关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看到了一对夫妻 他们来的时候 他只是在讲 你怎么跟我讲话 以后我希望你怎么跟我讲话 我怎么跟你讲话 你说啊 你希望我怎么跟你讲话 只有这些表层的沟通的层次 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一些练习而已 所以动力学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到夫妻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满足对方的欲望 所以我们要进入从人的表层行为 进入到深层的行为 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要把它拿来做短期的治疗 还是长期的治疗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样 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 有的人问题比较少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某一些过去 会去影响了他们现在的婚姻关系而已 这个可能目标就可以 可能比较短期 让他们去看到他们一些未解的问题 让他们夫妻可以互动起来 可是如果在夫妻 他们各自身上 其实有一些比较深层的童年的创伤 那么这个治疗可能就是要比较长期的了 那有一些比方说 我看到先生跟太太一起来 我们有时候会同步去做评估 这个问题是适合两个人放在一起去做处理 我们就放在两个人当中去做处理 可是比方说 这个太太如果她从小是一个受虐儿 她还有除了关系议题以外 这个关系议题又说 她个人问题的创伤影响深远 那同时间对我来说 我就会邀请这个太太 她再去找一个个别的咨询师 然后那个人是她的个别的咨询师 而我是这一对伴侣的家庭治疗师 那我们是在这样子的工作的搭配当中 来完成一个工作的 所以如果对于动力学的概念 我觉得我个人是不会在 这个家庭的关系里面去处理个人的问题 可是我们会去做一个搭配的这个动作 那在这个夫妻两人的关系当中 如果要处理个人议题 通常动力学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是让这个先生去理解太太的创伤 让她是一个有能力 在这个创伤的伴侣身上 扮演着支持性的角色 也扮演着可以去找 更适合的专业资源的角色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家庭访谈 其实不外乎 它跟什么样的取向是没有关系的 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了一个来访者以后 我们不断地去思考 他们现在的互动模式是什么 互动模式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里头呢 有什么元素是可以抓出来 让我们变成一个串联的 可以从他们的表层问题 进入到更深层的 去看到那个问题形成的脉络 这个就是所谓的家庭关系动力 在治疗当中的应用了 接下来呢 大家也可以在最后一章的PTT 去看到我们这堂课后的阅读材料 如果你对于家庭动力学的家庭访谈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大卫Chef DavidChef还有GeoChef 他们一起合作写的两本书 其实还有好多本 我想在对岸都卖得非常的好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对于家庭动力呢 都有更多的了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